大家好 紫霞今天产检的时间到了 带大家去看一下在越南 他们家乡这边做产检是什么样的体验 所以这个叫触景深情 兄弟们好资源啊 好资源 紫霞说每次路过都会过来支持他 就是想起他以前也在马路边卖咖啡 所以他们两个聊得很合得来的感觉 在你也在你家附近 大家听明白为什么我说好资源 后台经常有朋友私信我 在越南哪里好找女朋友 哪里的女人好 我经常跟大家说不要去大城市 大城市里面诱惑太多 感情和金钱 他们觉得金钱会更重要 因为感情他们已经完明白了 在农村里面像这种摆摊的补贴家用的 摄氏卫生 如果你能够拿下他的感情 那么你一定要珍惜 那么恭喜你 你是非常幸运的 这个胸摩托的小哥哥 他刚才问我 他说越南的女孩子漂亮不漂亮 我说越南的也漂亮 中国的也漂亮 都得都得 果然全世界都一样 村子里面都会有情报中心 我老婆在聊的起劲了 聊了有15分钟了 现在聊到现在 他是个朋友阿罕的 阿罕的朋友啊 哇塞 有机会去我们家里面玩 还有朋友经常问我去越南老婆 在越南苦不苦 其实我对婚姻的观念呢 我觉得什么叫苦 就是夫妻不和谐 夫妻整天吵架 我觉得对于婚姻来说 这个才是婚姻中的苦 我觉得我现在和紫衣 紫霞还是挺好的 你看在视频中 我要吃什么 要做什么 对我这一切还是挺好的 对婚姻这个东西啊 知足嘛 常乐嘛 小赵就是这样的知足常乐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这个观点 这个小男孩学徒 修摩托车 应该也是十多岁吧 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小学村子里面的 环境不是很好 但是看起来很欢乐 小朋友们都在玩 他们都是统一的校服着 这个小帅哥 当年我参行过 在那里 西南韱 西南韱 我是 我 我 都有 一块 有二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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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来吃个早餐 这个越南的烤饼 吃什么东西都是鱼露 离不开这个鱼露 早餐都是鱼露 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蛋糕饼 鸡蛋饼 里面是鸡蛋 就这样粘在鱼露上 鸡蛋灌饼 这个是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 这煎饼一块钱一个 吃三个就饱了 我一般就吃三个就饱了 吃完早餐了 再带大家来喝一个杯糖水 看一下他们越南做的这个糖水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里面 我一般是喝这个 里面有葡萄干红枣 海带还有什么东西 包邮电 一块五 我老婆帮我付钱 在越南我身上都不带钱的 健康又勇严啊 看我老婆带我来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公园 然后在公园的这边 就是一家医院 我来到这里给我的感觉 这家医院应该是 私地医院 私人老板的 老婆你现在交钱 现在交五十万越南顿 在我的印象中 像他们家乡这个小地方 当地的医院应该是没这么好的 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干净整洁 老婆排好单了是吧 那走吧 他们这里的富士小姐姐都很漂亮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里的护士很贴心 他竟敢走过来问我 你刚才对我说什么吗 我说你很漂亮 他微笑着说谢谢 就去问候其他的用途 护士很漂亮 服务很贴心 重视小细节 他以为你找他有什么事 特地跑过来问候一下 这应该就是私地医院的特征吧 刚才偶尔发现 这个医院跟中国的医疗也是有交流合作的 欢迎终电有什么健康检查组 呃 定位 邱旧旧 空杯 空杯定位 现在已经到中午了 医院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医生也准备去吃饭了 我老婆在这个里面做这个胎型肩肤 很久啊 要30分钟 然后刚才医生护士过来 看我很无聊 然后跟我聊天 然后发现跟我沟通不了 他就说了一句 I like China 我就说 医生护士 医生护士 1500万就相当于4500块钱的一个套餐 你在中国的话不得1万多块钱 怎么样花了多少钱 60块钱 60这么便宜吗 对啊 我有这个保险 这医保卡呀 我以为这个私立医院 我以为会很贵的 有保险吗 这是他们的医保卡 回家吧 最后我再做一下总结 我感觉越南为了突破人口大关 真的是太拼了 他们今年已经宣布破亿 在梓英生下来的时候 每个月的产检 加上泼妇产 在医院住院费 一共是不到3000块钱 只因是2018年生的 那么现在是2023年了 价格肯定会贵一点的 但是相比我在国内的话 我每一次带梓霞去产检 他都会做那个抽血 在这边很少抽血的 今天做的是泰心监护 还有一个 币钞 还有一个尿尿肠碱 还有一个什么去了 气垫图 一共就花了60块钱 大部分的费用都是他们 医保报销了 他们医保的话是300块钱一年 所以越南人的话 在生育这一块 真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压力 你看刚才我看那个 1500块钱 4500块钱还有专人的单个房间 专人的医生 护理 再说一下医疗环境给我的感受 我首先声明我这个人我不舔 实事求是 他们整体的医疗感觉有点像西方 一套流程下来整体是很舒适 他们比较讲究服务 感觉跟西方在学习 医生呢就会很温柔 很耐心的去跟你去讲解 他不会因为工作很浮躁 关注小时候呢 看到真实的越南 是好就是好 是差就是差 咱们不会一昧的去吹捧 像他们的发展 很多法律啊 交通啊 大家都知道 都是跟我们学习的 但是医疗的话 确实跟我们的感觉 是一点都不一样 然后现在我要带我老婆 回家煮饭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再见 拜拜